來,我看一下這題 他說有個P點在這個拋物線上面 而且P點交點區是25,求P點 首先我們先分析一下這個拋物線 來,一樣它怎麼行?左右行 標準系統是y平方等於47x 這樣行不行? 47等於27x5 所以說這次老師可以知道零點數到四幾00 老師大概大概這樣行不行? 好不好,零點數到四幾00 開口抄,用C四幾5 我一再強調我們畫圖畫好一點好不好? 比如說C四五在這邊 好不好,C四幾5這樣行不行? 那拋物線怎麼畫?麻煩你這邊是C對不對? 晚上一二C對吧? 晚下一二C這樣行不行? 所以說我就可以知道大概大概圖形畫出來 就是一個類似這樣子一個拋物線這樣行不行? 可不可以齁?這樣子正交線長就4C了嘛 這樣比較像嘛,這樣知道嗎?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準線在哪?準線在這邊行不行? 一樣C四幾5這樣行不行? 所以準線在這邊行不行?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是S等於幾-5 焦點四幾50這樣行不行? 這樣行不行? 好,今天我們大概大概把這個 跑五線畫出來之後 題目怎麼說? P點焦點距離四幾25對吧? P應該不至於在這 因為這段是5嘛 所以說這邊要升速25蠻難的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挺好 老師大概大概好不好? 所以說P大概在這邊行不行? 它以這段長度 以焦點四段長度四幾25這樣行不行? 可不可以齁? 好,老師想請問一下一個現象 只要看到一個點和焦點距離 那代表這個點和準線這段距離會不會一樣? 這兩段距離是一樣 所以說是25 那這段長度四幾25對不對? 那老師想請問一下一個現象 這是S軸對吧? 這段長度四幾? 不 25扣掉5之後以S軸為起點 往這邊移過來 所以說告訴我 所以說這P點坐標這邊四幾? 20 這樣行不行? 因為這段是25嘛 這段是5對不對? 扣掉5之後 所以這段四幾? 20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去假設P點坐標 A軸四幾? 20 Y軸四幾? A 這樣好不好? 這樣行不行? 所以說我這時候 P點坐標A就是20 Y軸四幾? A 這時候A是多少 這Y軸A是多少 我們就直接把它帶進去了 這樣好不好? 可不可以齁? 我們就直接把這座標給帶進去好不好? 所以說把這P點坐標直接帶入誰? Y平方等於20AKS 行不行? 我們直接把它給帶進去 這樣行不行? AKS用20帶 Y用A帶 所以A平方等於幾? 400 所以A算出來就是正負20 這樣行不行? 所以說P點數八次幾 P點數八次幾 P點數八次幾 是20 20 或者P點數八次幾 20 負20 這樣可不可以齁? 把這邊看一下 OK